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出她去世的消息越来越离谱 甚至有知情人发文透露 周海妹确实在凌晨去世 助理第一个发现 送到医院时身体已经僵硬了 说明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 不仅如此 知情人透露说当时助理报警 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此事 只是谁也不清楚到底能否抢救过来 三天前 周海妹还曾更新社交账号 一天前还和有人通过电话 其实 周海妹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 二十多年前患上了红斑狼疮 血小板缺少症 一直饱受病情的折磨 只是每次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笑容 据说 这种病非常的痛苦 身体经常轻易筷子一筷的 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这么多年 虽然一直治疗 吃了很多药物 还因为大量服用激素类药物导致五官变样被嘲讽 但她始终坚持着 这些年 她一直单身 减少拍戏 和这个病有直接的关系 曾经和吕良伟的那段婚姻 也是她最遗憾的一段感情 曾经的她 年少不懂事 不知道珍惜爱情 那时候 吕良伟希望她能安心在家 而她则一心追求事业和玩乐 直到两人性格不合而分开 这段感情遗憾落幕 到现在为止 周海妹的工作室依旧不回应 而她的好友纷纷打电话给她 也无人接听 加上网友有鼻子有眼的爆料细节 真的让喜欢她的人接受不了 很难想象 最近一年的她是怎么过来的 经常出现在热搜里都是关于她颜值崩了 牙齿太丑 老得太快的消息 而她本人始终乐观对待 如果所谓知情人爆料是真的话 那么她真的很可怜 人生最后时刻依旧是自己一个人 被发现时身体僵硬 估计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 即使到现在 也希望这个消息是假的 有网友说经纪公司不回应 可能是在想怎么对外公布 毕竟这个消息对谁来说都太突然 也有人说 希望是个玩笑 一会她本人就出来辟谣了 接下来说 报周海妹去世 知情人称 宋依已将应助理报警 红斑狼窗发作照曝光 近日 老牌港星周海妹的超话 突然有粉丝发布一则噩耗 称周海妹已经去世 随后 有媒体联系周海妹的工作人员 对方接通电话后 却拒绝回应 还有人以正在应酬为由 挂断电话 随后 有网友在评论区称 自己朋友所在的辖区 接到了周海妹工作人员的报警 事情应该是真的 该网友称 自己姐妹在北京的某警局工作 周海妹助理已经向他们报警 而据悉 周海妹多年来 一直独自住在北京的别墅 并有知情人说是北京顺意地移动别墅内 加上周海妹的工作人员 拒绝回应这件事 让很多人都有种不好的预感 毕竟明星最忌讳的 就是被造谣离世 离婚等负面消息 每次遇到这种事都要第一时间辟谣 甚至告造谣者 最近李连杰被造谣去世 她甚至亲自回国开发布会辟谣 因此 周海妹的工作室态度 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截至目前 他们也没有主动发声 周海妹其实一直都有红斑狼疮 之前工作的时候就曾犯病 此前出席活动时 也经常被拍到身上的红点点 看起来触目惊心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病基本不能根治 且发作起来 很快就会出现十分凶险的后果 周海妹当初甚至因此决定 一辈子不结婚 不生孩子 但她当年还是为了爱情 嫁给了吕良伟 可惜好景不长 周海妹最终还是和吕良伟分道扬镳 至今孤身一人 除了工作之外 很少传出感情方面的消息 而吕良伟如今娶了富婆杨小娟 两人生了一个儿子 生活和婚姻都很幸福 这样一对比 周海妹更加令人心疼 如果她出现意外 很大原因也是因为身边没有人及时发现 不然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 有知情人还在网上爆料 周海妹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送到医院的时候都僵硬了 如果是真的 那么周海妹身边一定很少有人陪 大多数时候都是她自己 守着空荡荡的房间 周海妹才57岁 但她的前半生十分坎坷 婚姻破碎 身体不好 加上前几年周海妹在拍摄《香蜜》的时候 父亲不幸病倒了 当时周海妹只来得及见父亲最后一年 短短几天父亲就离开 周海妹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今年父亲去世对周海妹的打击显得更大 随后她就宣布退网 不再公开发声 众所周知 红八狼窗很怕压力大和心情不好 周海妹平时工作忙 再加上亲人离世的悲痛 很容易让她的病雪上加霜 周海妹当年的美貌和人气 可谓是现在的顶流美法比的 但她的人生却比很多人都不幸 虽然红过也赚了大钱 但身边没有亲人和爱人陪伴 一直都生活在孤独中 加上病痛折磨 周海妹平时应该不太快乐 如果那些爆料是真的 她在最后一刻想的是什么呢 接下来说 报57岁周海妹离世 三天前还更新视频 至情人报原因 至今仍单身 近日 娱乐圈又一次传来了一则不好的消息 有瓜主爆料 知名港星周海妹突然因病离世 年仅57岁 消息一出 网友们瞬间炸了锅 纷纷不敢相信 质疑表示 真的假的 前几天还看她在庆生 怎么这么突然啊 据悉 周海妹去世的消息 起先是一位网友放出 随后又有网友留言证实 消息就是真的 并称自己的姐妹 就在周海妹所属的辖区 周围的人都知道了 当时还是周海妹的助理报的警 眼看传言发酵的一发不可收拾 有记者赶紧致电周海妹的工作人员求证 没想到 工作人员的举动却十分反常 按理说 如果消息为假 工作人员直接否认就可以了 但旺旺没想到的是 助理不仅没有否认 还在听到老板名字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一番操作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网友们看了后 也都心急如焚 纷纷喊话 别吓人 工作人员不回应 挂电话 朋友也联系不上 到底什么情况 回应造谣不就一句话的事 为什么拒绝回应 不会真的不妙吧 怎么感觉不太好 一般这种事情人都问上门了 梅是肯定立刻回复的 毕竟不吉利 值得一提的是 三天前 周海妹还发出视频 询问网友是从哪部剧开始认识自己的 五天前 她还大方分享了自己庆祝57岁大寿的视频 视频中的她看着气色很好 笑容依旧甜美灿烂 根本不像身体抱恙的状态 如果网传消息为真 那实在是太突然了 有知情人透露 周海妹去世的原因 可能和她的红仓狼斑有关 众所周知 周海妹的红仓狼斑已经患上多年 是免疫系统的疾病 一直靠吃药控制 当年她和陶大宇拍摄纵横四海 就是因为发病后 只能临时退出剧组 女主才从她变成了杨公儒 小编特意查了一下 红斑狼疮发病十分凶猛 五年病死率高达百分之十 发病会很突然 平时也要特别注意 太阳照射紫外线 事实上 很多网友对周海妹印象最深的 就是《倚天屠龙记》中 她所饰演的 周芷若 周海妹凭借着超高的颜值 和精湛的演技 赢得了一大批网友的喜爱与支持 年轻时 传言她曾和吕良伟 有一段短暂的婚姻 两人在美国注册结婚后 没多久就因为性格不合 分道扬镳 近年来 周海妹独自一人定居北京郊区的别墅 过着一人一狗的惬意生活 经常会在社交平台 和网友们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虽然经历了三段失败的感情 至今仍没有结婚生育 但周海妹的小日子 却过得分外精致有余 闲暇之时 周海妹还会养花种地 并亲自修剪播种 以此来消磨时间 陶冶情操 希望周海妹平安无事 年轻时候的她 五官精致水灵 眼睛深邃好看 她有美貌之外的秀美金贵气质 姐姐快出来辟谣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